各位南岛的鄉親 大家好,我是頂貴族 歡迎收看今天的南岛新聞 中英國等頭前的南球以及蠻球場 當年來都不太珍惜出現損害的情境 因此中班進行中刷白費 由一國家發展委員會 以及管理官熱演說頂頂人 這會來親王費刊 表示已經佔了250萬要來做休息 也將會將對附近市的公園遊樂設施進行改善 提升民眾運動的環境 中英新川行業運動中 開放來提供附近民眾的使用 不過室外的中地當年使用率 出現到順暇的情境 行政運動班進行中刷白費 要接到國家發展委員會 全都會感到關心 並且聽到處理民眾的意見 籃球架的防護店還有嗎 其實它裡面是好的 只是欠可能管理和電費 或什麼的 插白費一行中表示 為了外發到中英新川的發展 就說中英台下婚後設定案行推動 也就稍稍進出到進行報道 跟公園有助謝謝真受經費 會加強提升到民眾運動休憩的環境 那當然不只是運動場地 我們針對公園的油氣設施也會更新 那同樣編列了250萬 那我們會從比較過去年久失修的 長村公園開始一步一步的進展 那過去在這邊的公園 我們去年也有來做油氣設施的改善 我們在明年度都已經有編列了 所以我們可以在明年度的春節過後 我們就可以進行開工 那這個公期我們預計差不多三個月就可以完工 南德官議員落安算也表示 接到民眾的丁情 表示因為中英台設備勞固 在這裡運動接著發生到半島受傷的進行 而且電池更算也不做 現在透過到行政運動般協助改善 我們希望未來能夠保存中新新村的一個樣貌 所以透過中央整體的規劃 包括運動設施的一個鋪陳 以及我們老舊公園的一個太舊喚信 加上我們的一個居住空間 包括創客生活技能 我們都透過整體規劃 未來能夠展現中新新村不同的風貌 另外國家發展有陽火火也散佈 一日來六地区 將來新立到中部地区國家地步行 已經開始進行到很酷的經驗 並且收集在背著看一看的地步 記者安靈心 查報道